也是另外一個在臺北市的社群 我們是叫做都市農耕網 那三個關鍵就是 一個是都市農業 第二個是社群 第三個就是人家政策的介入這樣子 那我自己對於都市農耕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以前住過遊籍市的財源 像101對面的公園網 畫面上面有一個花布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種的 但現在當然是沒有 那時候種的原因是因為 11年的時候有那個佔領台北的運動 然後後來他們本來是一種101嘛 然後被趕出來 然後在旁邊這個公園就是大帳篷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大帳篷你要吃菜 然後就種一個菜的 那另外像是在台大前面 然後南海伊拉等等 所以對我來說的農耕經驗是這個 那15年的時候 就是這件事情 除了我這樣比較有極致的人來做之外 有些社區也會真的去認養一些公有土地來做菜園 所以我們慢慢大家就有個想法 透過這次市長選舉 所以提出這樣的四個訴求 都市農奔一些比較大的方向的訴求 我們辦了計程會 在9月9號的時候辦計程會 然後也有一些講座的推廣跟走訪這樣子 所以也拍了一個簡單的影片 那當然柯文哲就是被推了 就是他也拍了一個叫做田園城市的影片來回應這件事情 其實到那個時候我們也針對新北市 所以那時候朱立倫是用市長的一個公文 告訴我們說他也認同 然後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時候臉書文因為也要回應 所以他也去參訪一些實際的菜園的事情 好 我自己 因為我們這個社群對於資訊工程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還是用這邊的hypeg跟hypo的概念來組織一些我們這個社群討論過的事情 所以 網址上面應該都有 那 就想要爭取一些 真正的馬農 跟 這些其他的 在都市農跟不同角色的人一起互動 像我們有的朋友他是會城市養鳳 有的是園醫治療師 有的是真的要去做一個CSA的製制型農場 或那 還有一些不同的角色 那下午的時候我會提供一個短講 就是來講說 田園城市這個政策跟我們這個社群民間的倡議之間 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 然後我們 目前怎麼樣觀察他這個市府政策執行狀況 所以 沒有什麼明確的工作項目 但是就是徵求如果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謝謝